当我们在讨论一个能源的使用问题的时候 其实它永远伴随着我们的 是这个能源可能产生的风险 还有我们对整个地球的破坏 最终会灭绝的人类 在最终灭绝人类里头呢 其实我们可能忽略了 你以为你所培养放的二氧化碳 它只是到大气层 然后危害了我们下一代 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个让你很震惊的故事 在今年年初还有去年年底的时候 北京特别特别的冷 所以当时北京几乎每一家都用电开了暖气 而开了暖气或是地热之后 北京的发电厂就大量的运作 而北京的发电厂附近几乎都是烧煤炭的 于是北京出现了惊人的埋害 而这些惊人的埋害不止留在北京 它还会飘过太平洋 然后最终抵达了加州 加州过去就经常会有森林野火 形成了对当地的空气中一定程度的埋害 而现在呢 经过很多科学家的追踪 很不幸的 你不要以为这是北京的埋害问题而已 它会飘过太平洋 对人类来说 你是你的国家 我是我的国家 对地球 对大气层来说 你们都叫人类 我们该如何看待大自然的反扑 2006和07年 加州写下史上最干燥记录 教育量只有过去平均值的五分之一 根据美国联邦政府统计 1960到99年 干燥所引发的森林大火 过去平均每年 烧掉全美350万公顷森林 两千年开始 更暴增一倍超过700万公顷 美国知灵科学杂志大胆推断 加州当前森林野火发生天数 这所以比80年代增加78天 很大一部分原因 看气温升高 冬季积雪提早融化有关 直到2011年3月的某一天 奇怪的烟城挥之不去 长达23年投入研究的官员 扣一回在镜头前执政 这其中暗藏自然环境以外的原因 这是21世纪开展的一种天息 不幸的是 那是来自亚洲 跨越全球的空气污染 我们在Asia里面的两种氧化 我们在产生的氧化 我们在产生的氧化 那是氧化 现在,其他其他东西 是氧化 或者其他类型的氧化 那些氧化 也制作小氧化 所以他们可以返回了一路 所以我们的东西 我们的东西是稳化 好 那些氧化 是小量的 但几个量 的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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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与产生所有 SOmen与会 含着 Agric Dayton 与临 верх round 药多地点 the vast majority of Asian particles are screenshot from the air well before they reach the California shore by the Pacific Ocean but when conditions are correct the air is projected into what is known as the lower free troposphere and the air and particles essentially catch a ride in the Jet stream Sometimes arriving in California within as little as 4 days 如何区分污染 是来自当地 还是长途漂移 加州花了很长时间用同位素界定 一份近期上层政府的调查甚至直指 2008年3月的一个周末 加州45%的PM2.5小颗粒可吸入污染物 极可能源自中国 他们要购买于水平的级光 长期大量美贡斯社 虽然我们做出污染物 我们肯定的污染物 然而 pc 也在其中一个 我们做出污染物贩 这是同时不关键的西级 所以我们不进行较烧化 我们不进行较烧化 说我们好好的 我们不进行较烧化 但以后我们用输出来 所谓的污染物贩 很码的流用 这份研究勾勒出世界污染的新图像 既有中国工业的痕迹 也有西方的印记 这使得不久前 加州州长杰瑞布朗率商务代表团 前往北京时 特别在气候和排放问题聚焦 因为既然空气全球共享 污染就不可能完全不断 责任也得共同承担 这份研究的世界里面